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让这个帅将军 这两个一起讲 一个是福建舰第四次海事 那这个是在大家的预期当中 所以昨天就发布了航行警告 大家现在超有经验 一看到就说 哇 要海事了 果然没有错 那美国专家也好 印度专家也好 都提出了看法 说哇 速度这么快 上一次这个山东舰的海事 是一年七个月 这次大概是一年 大概就可以搞定 那认为美军真的是 无法追赶这个速度 那大陆网友很厉害 网上曝光各式各样 上面放有空井五百 歼十五B 全尺寸的模型 那停靠着四款的舰载机 歼十五B 空井六百 还有歼三十五等等 那当然这个前三次 我们看到各有不同的 电力项目 机械项目测试 这次应该就是 这个电磁弹射了 这次因为其他项目 大概都做完了 那电磁弹射恐怕 也不是这一次而已 到下一次还是 应该也是 所以从这一次开始 是不是有相当的危险程度 这是一个 那菲律宾的船有比较少 船有比较小 怎么办呢 算一算 在南海地方 中国的船只已经到了 两百多艘 前一周只有一百六十艘 还在增额部署当中 所以菲律宾想来想去 想到这个方法 没办法 所以为了要打算动用渔民加入 把平民都赶到现场 当然了 真渔民假渔民不知道 帅将军 这个碰瓷的现场 你看他倒在地下 一定是哀哀叫 越可怜越真的冲击 就这个道理吧 因为你现在在南海 无论比海巡 比军舰 比这个艇 你都没办法跟中国大陆比 空间 用这个直升机空头 又达不到人家的需求量 那怎么办 用渔民 就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你是大军压境欺负我渔民 争取到菲律宾内部的同情 跟民族意志的高涨 让美国有更大的口识 中国大陆在哑巴 这种手法 我们一看就懂了 另外讲这个 轻淤船 轻淤船 田沙造岛是国防安全 轻淤船平时在 长江河口 黄河河口 各港口的航道 都需要 那为什么可以无人呢 现在用卫星定位 对不对 定位你这个船 就可以在这个定位上开始挖 那所有的作业都用AI来做 又省人力 又不容易出人工的错误 这就是这个船 制造出来的 这个让人家震惊的东西 第三个讲航母 海事块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海事块就是说 我当初设计跟 构造这条船的时候 没有差误 完全可以按照原始设计的目标 它应该走多少海里 转弯可以体斜度多少 有多大的弯度 它为什么美国觉得它快 因为美国那个伏特舰 还是拖了多久 它一倍多 那就代表说 因为你还是前面 只要有一个项目不及格 你就要打掉重来 或者把它调整修正 它如果慢的话 就表示说 我的构建的工程师技术 跟设计的目标完全相符 所以它很快一个月就可以再搞定 现在这一次就是重头戏了 航母的目标就是电子弹射 电子弹射 如果说飞机给你真的电子弹射的时候 你电力的推动的力道 稍有不足 那个飞机就掉到海里了 或者力量太大 这个飞机的两条腿就断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电控能不能出任何一个差误 当然它前面推那个红色小车 已经推了很多次 但是你拿到真的飞机去试的时候 飞机有危险 你的机械有危险 所以电动推行还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搞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眼睛就在关注这个 航母如果不能够把飞机送上天的话 航母就失败了 那这一次福建建的最大的看头就是说 它变成电动弹射 电动弹射就看你电动的操控的 系统的整合好不好 因为你只要有一次查误 飞机就落海 前面你那个丢那个红色小车 丢落海100次也没关系 因为在测试 那现在等到真的飞机测试 马上你看 它测试的又不是一个机种 1016重的轰炸机 空井500 那更重 更重 所以你看 对不同的机种 你要有不同的力道 把它推送出去 而这个力道也是飞行员很安全 颈椎不受伤 飞机能够如其起飞 飞机的细弹量 细油量 可以达到满载的效果 以前辽宁舰那个滑跳 油也不敢带多 弹也不敢带多 因为它的推力不够 这个电子弹射在路上 曾经测试过很多次 但是这是第一次要海试 所以它也会是这几次海试中 最危险的开始 当然 因为你看我们汽车 在出厂以前 就在那个滚轮上 都要跑上 对 跑上上几百公里 因为要测试它有没有毛病 在路上测试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船跟陆地空间是不一样的 你施工的管路 中间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电动弹射就有问题 飞行员来讲也是有风险的 飞行员当然危险了 你力道太大 那颈椎就震断了 力道太小 出了这个甲板就掉到海里去了 所以这个是人命的问题 所以它为什么美国感觉 日本感觉surprise 因为他们试过 他们的海试时间为什么长 对不对 就是说你设计跟构造的时候 不能出毛病 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说前几次海试测试 什么积电系统等等 要到这次测试成功 才算真正的成功 当然它现在这一次还不算晚 还不算晚 它还要去够调整 因为什么东西要出场 成军 那经过很多 还有战术测试 现在还是技术测试 战术测试 比如说夜间起降了 或者敌人有空忧状况之下 你的动作了 或者是大批机群急得要下降 油料又快要消耗光的时候 你指挥塔的这个管制作业了 还有甲板上很多要配合作业的 你看看美国航母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每个人分工都不一样 这个测试还要测 除了飞行员以外 所有甲板上面操作人员 它的配合 对 手势 那个地方 喷射机的引进一开 什么话你都听不到的 你看美国的航母 在甲板上 就在那个舰塔里面 还有一个小沙盘 什么飞机 什么飞机 摆那里 它都要推 因为你不可能现场 看清楚那么多飞机 它那个小模型 就很清楚 什么飞机在哪里 哪里还在升降甲板 哪个已经上跑道 哪个要起飞 哪个时候紧急人家要下降 这个在战争时候 场上又要起飞 又有飞机要下降的 这个很乱的 甲板上这么多人 你要协同一致 所以我讲这一次 还是还不是只有一次 技术测试 技术测试了很多次 完了以后 还有战术测试 在一个不利状况之下 怎么样起降 但是已经算是速度够快 速度够快 要不然美国人 美国人那个嘴巴 什么时候浮过软 对不对 你看以前那个美国航母 看那个中国大陆 那个山东舰 敲个二郎腿 斜了眼睛看 一副不削的样子 他们是 优越感是超过一切的 能够 这个等于是认松了 山东舰航母 还是达一年七个月 这个辽宁号 不是这个福建舰 大概明年2025年 应该就可以入列浮椅 所以真的是 刚刚像帅将军讲 从设计建造到现在 它的这个失误误差极小 尤其它不是传统的 是核能的 这个核子 这个电力系统的 跟前面有点不一样 又是另外一个里程 一个大拐点 对我认为是核能的 是核能的